各位投资们大家午安 现在是下午2点10分 今天大盘涨了39点 成交量还是只有2563亿 那最高涨到171点 来到5日跟10线就反压直接下来 那今天来讲 航运股尤其货柜山雄 有点转强的迹象 那外资10月份买超长荣10万张 那阳明4万张 那到底这隐含的意义在哪边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涨了39点 成交量2563亿 最高171点 来到16519 我们看一下这个16519的位置在哪边 好今天你看还是十字线还是没过 你看这一波来讲的话呢 就沿着十字线这样子一直往下 杀 往下杀 所以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16248虽然守住了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整个趋势还在走大 西波沿着十字线 而往下跌 往下跌 所以实现未突破之前 这个大盘的你要操作来讲的话 停利停损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我今天会跟各位报告说你如果现在要做多的话有什么个股可以选 用什么现象去选 去选 大概这个趋势 如果以这种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抓到至少短线还能够 获利 那当然最重要是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在 高档的 今天 今天来讲投机的 今天纷纷就死掉 比如说之前 今天 4503 你看一下 这个你去追的话今天 追高的我说昨天也跟各位讲这张股票 对不对 我说这张股票 整个现行是还不差 但是呢我们从基本面来看 你看上半年赔了0.32 然后禁止才11.86做自动贩卖机的 但最主要他我说他有gogoro的题材嘛 他在有帮gogoro做换电站 换电站是他建制的 是他建制的不是做电池 是说他要做那个 电池的那个换电站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比如说帮他做棚子 做价值啊 他只能做这些而已啦 所以你说他这家公司能够获利多少真的是有点怀疑 那反正他就 因这个gogoro这个题材呢 他当然股票就可以往上涨了这么多 那你说这是不是炒作 当然啦我觉得这当然是炒作 当然炒作来讲 我说这种股票来讲就看主力怎么玩你而已 你看今天来讲就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另外我说化工股昨天也跟各位报告嘛 我说 你这种公司来讲 只是借着一个化学材料的题材 我都不相信他能赚多少钱 但是你看今天就是开高涨停 哇你若是追的话今天马上 赔20%给你 所以说我说停利停损很重要 今天是追涨停真的是不需要了啦 那这两个股来讲当然 今天大概应该也大量出货了 大量出货 所以 短线上你有的话你就特别留意一下 今天20%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技术线的强的也是10嘛 对不对 那我说最近来讲最强的应该是塑化股 对 台塑今天有点拉回但是二线的拉了很多啊 你看滑下 直接就这样灌到破月线 你看亚聚EVA不是涨了2-30%吗 你看照跌啊 这些架构比较漂亮的塑化股还是10啊 所以说这个 整理说你在相对高档位置的个股来讲 在这个阶段来讲也是不安全 那说看技术线 也是不安全 怎么样的个股会最安全 我等下跟各位报告 就是在底部 能够有第一根掌停板的 但是你要价值出他的名字的有量的 有量的用这个体 还是2376的技嘉模式 你看技嘉虽然今天跌 但是你要跌到哪边去 他也不会说今天就直接就灌下来了 等下底部这个涨停 这个涨停连三红都已经确立了 你看他在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今天量缩你看到他在攻击的过程当中是量真的 然后价跌的时候量就缩的这么漂亮 从这种个股来讲的就是你可以留意的啦 那昨天来讲 6477 安吉 你看昨天是不是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的量比昨天还大 虽然留上下你卸 但是你低价还可以赚钱 今天他也是这样你看跌下来 强啦 快涨停 然后又摔下来 这就是有阻力在玩了 又阻力在玩了 所以说原则涨就找这样的股票 底部 一根涨停的 一根涨停的 我说货柜三红要涨一定要这样子 一定要这样子 那我们先看这个大盘 你看这个大盘 一样还是在我的规划过程当中 对不对 16940过了没有 你看都没看到 17141更不用讲 所以这里还是个ABC的大架构 那这里来讲会不会破连线 以目前来讲还是往连线的机率还是高 还是高 我们看一下欧美股市 其实这波欧美股市比我们早就 破了连线 我们看日经 你看他是这里破连线 拉上来了 是拉上了 对台股来讲相对比较安全 相对比较安全 那韩国股市其实这两天都大涨 你看韩国股市 今天还是涨 昨天还是涨 那我们不涨 对不对 但是你看人家是破连线以后 今天的涨 你看今天跳空 昨天涨今天涨 我们昨天跌今天涨 那你看得出来就是他来是破了连线 所以说你说这里来讲会不会破连线的机率还是有 还是有 因为美国股市目前看的话他是在半连线跟季线做整理 那我们台股来讲讲实话真的都没什么信心 真的都没什么信心 投机股的话你去追高的话就也会被修理 所以这里 操作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不是钱很多的话 你不是说这里买买的就放着的 那如果说你短线要怎样赚钱的话就要我跟各位报告的 你之前要看到有一支涨停板的啦 等下会跟你讲几支 可以让你参考一下 让你参考一下 那台肌电今天法说 法说来讲的话 都比疫区好啦 第三季 等个EPS 6.03元 6.03元 那前三季赚了16.59 16.59 那整体来讲的话呢 季增 连增 都是连增 然后我们看一下毛利率 51.3 51.3 也计增1.3个百分点 比第二季还好啊 那连减2.1 那就是贴近财测的高标 那营业利率来讲的话是 41.2 计增 2.1的百分点 连减 优于预期 所以其实台积电来讲的话 就第三季的财报来讲都比预期还好 但是股价没有用 没有用啦 你看股价跌了一塌糊涂 为什么 外资嘛 你看外资这里没卖啊 从这里开始卖啊 从928这边开始 也没有大卖 每天几乎都卖 他没有停止就投薪在买而已啊 就在这边就一直卖 就一直卖嘛 就是他超乎预期其实也是没什么用啦 没什么用 你看那个怎么现行啊 这个是月线盖下来 就季线 死亡交叉 你去看到没有 死亡交叉啦 都已经快死亡交叉了 所以这里其实 最重要是 台积电 这一波还好就没跌 你看到最低点是在这里的 560块 你看到今天最高都收到573了 这样才差100点 不然台股来讲 如果说他回到这里 因为我们大盘已经要回到这个点的位置了 大盘都回到这个点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台积电算是有点 有点止跌的味道 有点止跌的味道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投资朋友你要是留意一下说这里 如果说你不是钱很多的 这里真的还是要先看一下 真的先看一下 因为目前来讲 整个大盘还是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 往下的趋势 那今年我说货柜山蟲不涨 谁敢涨呢 讲难停一点 那货柜山蟲在最近来讲 我们讲外资 就大盘来讲 外资从10月开始 我们看从10月开始来这里 从10月开始这里 从这一根开始 这一根开始算一下 到昨天 到昨天 整个大盘 卖了98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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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很奇怪哦 你看这里哦 你看这里是10月1号 对不对 长荣从这一根开始算 到昨天 长荣买了10万张 长荣买了10万张 那我们看 2609 阳明 阳明买了4万2000张 就从这里 而且 他在买的过程上 是从这边开始 破底开始跌的 从10月份 1号 就是从10月1号 开始破底跌的 那旺海呢 2615 买了1.2万张 买了1.2万张 那 这个 这个线上怎么去解释 外资越买越跌 那外资输家 对不对 是啊 你现在看外资是输家 问题是你要去探讨说 外资为什么在这里买 我们以长荣为主 长荣今年外资 其实 我不知道在哪里统计的 这一波在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一下 长荣从今年 所有统计 不知道统计在哪边 长荣今年外资 卖了40万张左右 不知道统计在哪边 那如果说他这边在卖了40万张的过程当中 他现在来讲开始在这边做一个回补的过程当中 但他应该是赢家 那应该卖应该卖在这100块以上 应该卖 100块以上 你看这里 我们看这里来讲 这里他卖很多 那高点的位置来讲的话 其实他也就在卖 你看光这一根都卖了6万多张 卖在最高点的位置 那这里来讲 他也在卖 那这里来讲的话 这里就是有 有卖 有卖 好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 以外资 整体看的话 今年 当然就这里不用看了 那这里还在这里 还在 九十几块这个位置 目前来讲 今天是过了一点 五日线 但是这个还不会很强 还不会很强 那我们要探讨说外资为什么这里要买 这里为什么在这边买 你要想 他是卖了900多亿 988亿 但是呢 他对长荣买了10万张 这10万张价值多少钱 至少100亿吧 他卖900多亿的净卖出 但是他花100亿来买长荣 然后花40亿来买阳明 那意味着什么 他看到什么样的现象 对不对 当我们台湾股市的投资人 就要组自救会的时候 他为什么在这边要买 要买货柜三雄 大家不是看很差吗 从现行看是真的很差 我也知道看现行很差 我说基本上在跟你讲都没有用 在这里来讲 然后基本上其实就照着 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报告的 真的就照那个在走 但你说老师股价是先反应未来啊 对啊我也会讲啊 对不对 当然是先反应未来啊 但是未来来讲 现在法人来讲对未来越看越好啊 尤其对明年啊 明年其实大家越看是越乐观的 以目前的看法 整理出来就只是说目标价 大家看法不太一样而已 是越看越乐观了 不会像说第一任然后明年价格衰退 衰退是笃定的啦 明年跌百分之15大百分之20 然后在整个面板来讲的话 从7月中开始 从7月中8月开始大跌了嘛 8月9月10已经跌三个月了 所以你说为什么 低任的价格 面板的价格 对不对就在这里嘛 你低任也是啊 我们讲南亚科 今天是一根红啊 南亚科走到这里其实都已经有价值投资的底部了啦 几位队都价值投资的 那今年他赚7块 明年最差的有估到4块多的 热款有估到6块多的 虽然是衰退 但是都还是不差啦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其实 就整个基本面来讲 我说是不是超级4 但是这里那么多止跌 我不敢跟你讲 因为整个局势来讲 因为 整个系统风险 如果真的往下压的过程当中 整体的本益比是会被往下压的 那我说我之前我不是跟你看吗 我们现在的本益比是5年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以下了嘛 那问题是这个标准差以下来讲你说是超跌没有错 问题是超跌不是每天明天告诉你马上就大涨啊 所以你还是去观察对不对 我只能讲说现在的股价的价值 到这里来讲就是甚至于面白来讲的话 你说这里没有价值可以买 当然可以嘛 友达的老板讲了一句话 我要把我的公司打破易经循环 对不对他在朝这个光项去努力呀 所以为什么他9月份的营收你看9月营收 我们看9月份营收 8月份6月份是339亿 7月份333亿 8月份327亿 9月份329亿 如果说价格跌这么多 那请问友达为什么营收没有降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大家的一个表面的 想法在这边 你注意看 我们看他第3第第2季赚多少钱 第2季他赚 2.1 第1季赚1.25 第2季赚2.1 这是累积的 那你看他营收 4.56 296亿 320亿 339亿 你看这里来讲333亿 327 319 营收 没有荡下来 那是他出货增加呢 那如果说我们将以这样去推的话 他整个的如果说价格下跌的话他出货一定会增加吗 不然他营收怎么维持高档呢 那不然就是说价格跌的过程当中只是一些大众物质 你看到一些东西 就让友达彭双浪讲得很清楚啊 我只是这个产品的 整个比如说往公用的啦 我用车用的啦 我用医疗用的啊 我的整个户架价值我就提高很多了嘛 我不是每天就是你们看的那些什么55寸的面板 43寸的电视面板 这样跌的跌的10% 20% 30% 你去看营收就看得非常清楚 就像348亿的群创也是一样嘛 你看群创真的就跌的比较多 但是跌很多吗 你看这315亿 294亿也跌了20几亿而已啊 300多亿的公司跌了20几亿的公司而已 那你说你需要 真的是股但是股价来讲 你看杀到真的是大家都 这种公司好像要倒一样 对348亿的群创 你看 15.95 好像 快倒了一样 所以所以你说现在来讲是不是超跌绝对都是超跌啦 就是南科我会跟你讲都是超跌啦 2408 但是超跌不一定会大涨嘛 你说今天南科这样涨 有没有很强 也还好 真的要大涨 这个底部要确定就是你这跌了这么多你没有一根涨天板都不算啦 都不算啦 好所以说我说今天来讲我们看今天的外海 最高也没有到涨天板啦 你今天有材料就把它涨起来 就代表说你这里要强劲要开始往上攻了 但是你今天你没有涨天的过程当中 我只能讲说你还是要靠 红三兵 要靠红三兵 今天一根红 只过一个50千而已你说他转强了吗 未必啦 但是至少外资在这边已经开始在买了 所以技术面来讲的话呢 还没有扭曲 就是技术面还不会很强 但是至少筹码面你看哦从10月1号 是要在这里 外资开始在买 投资都在卖了 我们都不用看 但是呢你看融资这里是27万张 到昨天为止 已经变成24万张 融资减了快3万多张走 所以丑码面来讲是比较有优势的哦 好丑码面来讲优势是慢慢出来了 已经慢慢出来了 这里是113 从这边从122.5这边开始急跌下来的 这边这边开始急跌下来吧 所以这里来讲 你看急跌过程外资是每天买 你看他每天买他这边的套啊 买啊买啊 卖在这里啊 你看这天两天都在买 都在买 都在买 所以说丑码面是相对有 但是技术面来讲还不优 还不优 因为技术面他还没有一个 第一个至少要三红K吧 你没有三红K哪说 底部确立呢 不然就是一个很强势的所长厅 很强势的所长厅 如果能够所长厅的个股来讲的话至少 短线的表现都不会太差 为什么来我们讲举几个例子 你就很清楚 你就很清楚 来我们看一下 之前啊我们讲三那个6533的金星科 632的金星科 这根是不是涨停板 这根是涨停板 他连续两根涨停 你看又涨开低走高又跌下来你看今天是不是又涨停板 那你知道金星科是riskify的啦 你看2454 他爸爸 年华科今天怎么办 你看是不是到连线 我说很多个股重量级的股票 你看都在破连线 都在破连线 年华科这种 他前四只是第2大第3大的 你看这种股票都来到连线的位置 所以说台股破连线怎么可能有可能 对不对 今天他还发表了WiFi 所以说现在来讲说讲基本面真的都没什么用 讲实在话 那我说这种平台整理完的 这种大平台整理 真的要涨之前一定要先摔一波 你看他就在摔了 所以反而连花科这样摔你不是要 要什么气馁你反而要留意 就像 海韵股一样 你看这一波他就一直在整理啊 之前都在整理嘛 这一波整理嘛 结果在这里开始 破底 那这个破完底是不是开始要破底翻投的现象 如果说真的这个盘要涨的话 对不对 其实要涨之前一定要先杀一波嘛 让很多的筹码先杀下来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啦 我们看一下24 我之前起一个2408的蓝亚科跟各位看嘛 太多例子了 你看蓝亚科在去年这波要大涨之前 有没有先杀这一波 你看这边是不是整理 整理了两个多月 从55块 杀到51 51就开始往上大涨 2327的国巨 2327的国巨 来我们看一下国巨 这里 是不是 这里 反弹 上来 这里一波 整理 整理了两个月 要涨之前 要涨这一波之前 你看是不是先跌这波给你 跌到连线这个位置 跌完以后再整理完再涨这一大波 有没有 从这边 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很清楚 太多了啦 我在想 2330台积电 我看到没有 你看这里 台积电来讲的话 倒比较 没有 那这边上去又下 上去又下 这比较没有说比较 平坦的 平滑的整理 倒没有 那联电有了 联电我跟各位 帮我告过了 所以这里来讲只要平台整理的 平台整理要大涨之前一定要先刷 台积电这里就有点像 你看这里 这里就有点像 有没有 跌到破线有没有 那这波有没有跌到破线 你看这一波 好他就涨上来 但是你看上来整理完 先摔 摔破季线 再往上大涨 在往上涨 当然会大涨的都是基本面啦 你不要跟我讲说没有这种 这种大型的股票没有基本面 你怎么可能大涨 对不对 好所以说平台整理的个股 你都不用挤 你不要说什么低接 放着 不用啦 我跟你讲真的都不用你就盯着他盯着他破底的时候就是你买点的时候 破底就是买点 好所以像联花科这种开始在破底了 2454联花科现在最近在破底的 都是在等买点了啦 都是在等买点了 这种破底的个股 对不对 你看最近在破底的个股 太多都在破底了 一只一只都在破底 这都是投资朋友你可以留意的 你看宏莺这里 宏莺这里比较不算 宏莺这里比较不算 他比较不会说平台整理的很久 比较平台整理的很久 所以说 整个你目前来讲的话呢 整理的个股你虽然看好 对你钱很多啦 不说其实没需要 买在那边等 你要等讯号 第一个讯号是什么 大盘突破十字线 这是很重要的讯号 因为这一波的大盘沿着十字线往下跌 这一波你看从这里开始跌啊 从这一波开始往上 有没有从这里 西波从这里嘛 整个队上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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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持字线完全就没过 虽然这里有个反弹三百点 没过嘛 最主要什么 量能不足 量能不足 你也没办法 投信一直买 但你除了你有像投资那么多钱 投信你说买 你看他有贪钱 你看 他买亚聚 亚聚之上还不错 你看你看 他买在五十几块 你看 有卖吗 也没卖啊 有没有 你看亚聚最近将从这样最高52块直接杀到今天41块 你敢有什么 你也了解啊 你买这么多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大盘起来的时候其实个股的基本面都没什么用 你在讲多好都没有用 3042 今天还不是开高走低 前三季赚了9.36 你看今天还不是上不去还不知道连线 就死在这边为什么 技术面不优嘛 你如果说这个消息对你有帮助你至少拉一根停板给我看嘛 就是你的企图心你股价的企图心不管谁做的 你没有拉这根涨停板的我哪相信你短期开始要涨了 你至少学技嘉 对不对 老板就是对替自己股票很喊冤啊 我就是拉涨停板给你看啊 一开盘就涨停 然后来第2天又涨停 第3天又往上涨 对不对 外资就不请自来啦 3天就开始买啦 外资买在这里 你说这里他都卖在这边卖了3万多张你看他这里 8000张 3000多张 1万多张 1万 1 你看这边买2万多张回来啦 投信你看还是害怕 买了两天就卖一天了嘛 对不对 EPS17块的他买了也会怕 所以说你看投信也是很没有没有用你知道吗 他只是跟着人家真的不买 变成Mars就跟着买点而已 他还不是真正的看好他在买 当然就是说 当然你说 我都会讲过了啦 反正杂音很多 像电子股的杂音很多啦 年金元代工就会上级 就像371的日月光嘛 你说这里来讲你看才破连线 但是这里来讲你看这里你看 你看这里跌 三根 平台又下来 三根平台又下来 你看他都走这种 三根平台下来 整理三天平台下来 很便宜啦 但是真的要止跌 还是要有一根藏红 至少一根藏红啦 至少 这种大股 你能要求他涨停板吗 这个如果他能够涨停板大盘绝对涨300多点以上了 但是你至少涨个藏红6%7%要吧 对不对6%7%要吧 你的止跌点才算出来吗 不然就不算 都不算嘛 你像今天来讲 像台华 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台华是对他公司最看多的 他你说有没有基本面 三半年赚16块 三半年赚16块 你看那营收 一直在创历史高点 两倍 你说股价来讲的话 从320 跌到138 是不是腰斩又腰斩了 所以这个来讲至少你看是不是有个底部出现了 你要赌就要去赌他吗 对不对 外资准量在卖 对不对 但是他今天马上涨停板给你看 所以从个股来讲你就短线上你要买一定要这样股票要涨停了 要涨停 那像6547的高端 你看跌很重啊 今天他能够涨停啊 对 他今天能够涨停嘛 就可以留意嘛 那什么医学的发表啦 说他这个有效 不管了 真与假 我现在基本面先不用理他嘛 你看还不是连线 但是知道他涨停 你短线上来讲你就要去操作这种股票 不是看涨停去追 就他已经跌了很多 你说今天的涨停在这个半三腰 我不建议你追就像1727的中华化一样 对不对 你涨停 涨停 你第三根去追 今天就死得很惨了 你看一根把昨天的涨停全部包回去啊 又出大量 这就是在出货啊 所以那个涨停一定要在低档 你看4743的合一 你看 今天是涨停啊 整个趋势就突破了 他要正嘛 反正现在如果说人家要做的话 也可以啊 大家都不涨我来涨啊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个股来讲 当然就可以留意啦 如果说不对的话 停损就这里 这一根全部没有了 走人就好了 但是你最多停利 停损就是10% 10%就好了 最多就是抓10% 输了就算了 因为现在来讲 其实可以不做的 讲难听一点 也不会很好做 但是你真的 手中的 没做的 辛苦的 你就去走这种个股 底部一根涨停的 拉低跟涨停的 当然他总是要先量啊 你不要涨停版500张300张 现在今天有些看十几支涨停没有用啊 你看这涨停是什么个股 看一下看一下涨停的 涨停排行的货 哇 这个我没有办法 这个 主要忘了怎么看啦 你看今天上会的18家 这些小股票啦 这是小股票啦 这个 你要找一种 比较大家都知道的股票 像台华都知道吧 合义都知道吗 高端都知道吧 去买这样子的股票 有价有量的个股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好比较好一点 那最近的杂音也很多啦 你看了杂音 你看 这个是真的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 台积电三奈米延迟啦 什么iPhone少1000支啊 这个反正 这个股票不好的话 利工效益就一大堆 我觉得这都听听就好了啦 听听就好了 所以现在的操作来讲 投资本还是那句话 能追你钱很多啦 不然现在能看就先看啦 真的实在话不好做 不好做 你买高档的 今天像说话股就给杀给你看 你买投机的 你投机 呃 很正常 吃什么不知道 不到赔一把米啦 吃鸡不知道赔一把米 就等于说你想要赚他的 主力的价 结果主力马上就 打死给你看啦 对不对 中华化 金鱼 都是这样的股票嘛 那你知道你哪知道他会做哪一打哪一支 第1根第2根第3根第4根第几根你哪知道对不对 你完全没有基本在那边瞎猜而已啊 所以说 这里来讲的话等于说操作难度真的非常高 那好股票来讲的话 什么台积电啊联电啊货柜三雄连散装今天散装虽然跌 但是 之前 散装指数 就VDI在涨的过程当中散装都不太太涨 VCI在涨也不太涨 今天跌两天连续大跌 啊这股价就破底给你看 对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来讲这几乎是一个气氛很差的盘嘛 那这个气氛很差盘要怎么去突破就十字线嘛 最重要是十字线嘛 你时间都没过你说这个盘要好到哪里去 不要傻了啦 不要傻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你能保守一点还是保守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钱很多的 你能够中长线持有的 我跟你讲很多的好股票 便宜的一塌糊涂 便宜的一塌糊涂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接 用一个分担成本的观念去接 这个可以但是你要钱多才可以 那你如果是几百万的 你只是这种 看到一张股票就进去这种股票 操作者的话 你现在来讲的话 能够少做就少做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除了这个盘能够突破十字的盘压 不然这里来讲的话相对还是保守一点会比较好一点 好股市龙撞 欢迎投资朋友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 持过问题我想要加入会员的 欢迎你任意点选标题处会看到 左边的新视窗把这个网址按进去 可以看到右边这个股市龙撞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把你的姓名电话号码股票名称及代号 可以填完 那要入会的三个方式你选 按提交我们的服务人员就可以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 QR Code的部分 然后用QR Code部分 用LINE AT扫描进去也可以 我们可以做互动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 合家平安 和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